第三章呢是微分的最後一個章節 他想問的問題是微分可不可以給一些實際上的應用 那在給這個應用之前呢 我們大概都知道在許多科學領域裡面 你會處理的大概都是所謂的罪事化的問題 Optimal optimization problem 像在經濟學裡面就是談廠商怎麼極大化他的利潤 或是極小化他的成本 那你就數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就是問某一個函數 某一個函數的F 他的最大值跟最小值是多少 那他在定義裡面的那個點 會讓這個函數產生極大值或極小值這樣子 那當然剛剛的在很多情境下 你可能會伴隨著限制式的出現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章節主要處理的問題是 可為函數的case 但會有一些 小例外是只考慮連續函數的case 那個不多 OK 但是還是可以談一些 所以呢 我們在這一節要處理的問題是 函數的極大值跟極小值的問題 OK 那在開始處理這些問題之前 我們先定義什麼叫做 函數的極值 好 我們隨便考慮一個函數 從這邊用d當成他的domain 達到時數 那d你可以想成就是時數裡面的一個幾何 這樣子 好 這是課本 在這一節的第一個定義 OK 我們考慮 這個domain afterdomain的一個點 第一件事情 我想先用這個好了 這個 我要寫很長 嗯 還好 the fc is the 底下有三個前進 第一個前進是 f of c 它是這個函數的絕對極大值 f sluid global也可以 這兩個形容詞都可以 這兩個形容詞都可以 maximum value of f on d 這邊就可以查掉 如果呢 它是最大的嘛 代表說 這個函數在該點的取值一定會比其他人大 那其他人不用一一寫出來 用這樣的符號表就好了 對於 所有的x在d裡面 其他的數不管是誰在d裡面 那 fc 永遠大於fx 那fc就是 f 在d上面的 絕對極大值 你可以定絕對極大值 你也可以定 絕對極小值 min of f on d if 這個時候 大於就變小於等於 一個是絕對極大 一個是絕對極小 ok 那我要給一個定義是 不論你是絕對極大或是絕對極小 你都可以把它說成是極值 對極小值 最能être 對極小值 最能量一定是 對極小值 最能量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考慮的是絕對極大或絕對極小 這兩個 case 都可以叫做 F 的絕對極值 那如果你考慮的是相對極大 Local Maxima 我們等一下會在 有沒有定嗎?我們等一下會定 Local Maxima 或是 Local Minima 的話 那你考慮的這兩類 Local Maxima 和 Local Minima 就是所謂的 Local Extremum Value 就是局部的極值 OK 極值 那個中文翻成極值 因為 Maximum 跟 Minimum Value 翻成極大值跟極小值 好 絕對的極大或絕對極小的這種概念比較好理解 那反正它就是裡面最大的 可能有人跟有其他人跟它 曲直是一樣 OK 可是你們全班分數最高就是100分嘛 那可能有第二個人也是100分 但無論如何100這個值就是你們 班那個成績最高的值了 OK 當然不見得只有一個人考慮100分 有可能有兩個三個這樣子 OK OK 好 第二個我們考慮是局部的意思 它只是 在這一點的函數呢 函數值確實比附近的人高 你可以想的是山峰 有很多山 山峰 一層一層的這樣子 那每個小山丘 那個山頂 它就是一個局部的極大值 它可能不是所有風群裡面最高的那一個 但是它是 在它自己那個山頭它是最高的 好 好 那我們來延續下面剛剛那個定義 那些水平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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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of c 大於等於f of x 當 c很靠近 when x is near c 當你考慮的範圍非常靠 domain的範圍非常靠近 c 的時候 f c 的曲子都來得比這些範圍的曲子還大的時候 那就說 f c 是局部級大致 這邊你把它用比較數學一點的方式表 就是存在an open interval 就是一個非常小的區域 我們用open interval來表i contain in c 使得呢 f c 大於等於f of x f of x 屬於 i 所以局部級子就是你把它縮到一個很小的範圍的時候 它就是在那個小範圍的絕對極大值 就這樣子 好 那我在這邊改 第二個定義 我要定的是local minimum 我都把那個需要改放下面f of x 如果呢這個不等號變成小於等於 其他的寫法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還有一個是這個的括號 然後這個是 f c 小於等於f of x 好 黃色的部分就是你把 白色的字句做一些變換 對 就變成很 局部級小的定義 那當然你可以定義局部級子 在這邊就不多說 那你知道就是一個函數 極大極小的字 它也是靠你在時數上的那個 大小關係所定出來的 當然你現在問題就是說 隨便給你一個函數你會找它的極值嗎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OK 好 那我們至少先看一下 因為函數的值高高低低的 你也不知道它會多大或多小 OK 但是我們知道在 單面數裡面的函數 就是f 從一個時數的子級 達到時數的話 這樣類型的函數 它的graph 可以幫助我們思考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先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 那 那函數會長成什麼樣子呢 OK What does the graph of 那 那 我按的x of continuous function OK 那我們這邊為什麼把條件放在 continuous function 是因為在第一章有提過 至少你知道一個連續函數 它在B區間上面一定有極大值或極小值 OK 你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至少到目前為止而言 你可以處理的函數 大都是連續函數 頂多就是有一些 jump discontinuity 就是它只有某些有限的點 或是少數的點 它可能會發生不連續的情況 大部分都是連續的 所以它圖形的斷點不多 在那種情況下 至少我們 在到目前為止的能力 要處理連續函數也不是不可能 對 所以我們就把條件 先放在 或是你可以換句話說 我們先關心 連續函數它的極致 OK of a continuous function look 它看起來會長什麼樣子 當呢 這個函數 HIEVE 它達到了 它的 Extreme Value 我們來畫一下 很 輕鬆的畫一個 連續函數的圖形 OK 我們考慮如果在 AB的B區間裡面 那這函數圖形 你可以自己畫自己喜歡的 但是不要畫太 太trivial OK OK 我沒把所有可能性都畫完 它連續嘛 所以我不希望它有斷掉的點 所以它大概就會長得這樣子 好 這個點就是B點 然後我把 這圖形的最高點 標出來 比如說這一個點是 你用不同顏色標嗎 還是用同顏色標 好 比如說這個點 它對應下來的座標點就是 X1 這個點是 X2 這個尖點 對應下來是 X3 X4 X5 好 黃色只是這個圖形的 輔助線而已 我們看一下 這是什麼 我們觀察這個圖形 或者這個例子 哪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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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一個 那這個函數的圖形 是這樣子 從這個圖形 大家可以看到 我故意畫出 有五個 發生局部即止的地方 OK 那 我們剛剛的那個 那個電影裡面 那就會分成四個吧 局部的極大極小 跟絕對的極大極小 跟絕對的極大極小 那我們一個一個看 OK 我們先來看 在這個區間上的絕對極大值 我懶惰就會縮寫成 max這樣子 然後 absolute會縮寫成這個 這個之前有說過 但是 maximum value 或是minum value 有時候太懶惰 就寫max或是min 這樣子 好 那這個看出來 就很簡單嘛 就是 F5 F5 取直代 x5 這個點 它是這個圖形上的最高點 所以它就是 絕對極大 那 另一方面呢 絕對極小 看的是 F5 x4 因為它的圖形的點 是最低的 好 那 絕對極大跟絕對極小 這是這個case下 我只畫一個而已 因為 確實發生 這個圖形的最高點 跟最低點 只有 個別只有一個人 發生 OK 那再來是 local local的maximum 它就是 看起來 局部是高的 那 fx1 然後fx3 然後fx5 也被包含在裡面 局部極大值一定包含著 絕對極大值 那絕對極大值存不存在是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 絕對極大值存在的話 那 局部極大值一定包含它 因為 你是全班第一 你是全校第一名 你一定是你們班的第一名 不然就完蛋了 不然你們學校就有外星人 OK Nocal minimum 好 那局部的第一點發生在 在 FA 你要注意喔 FA也是在這個圖形上面的一個低點 OK 因為當你把函數值看在 AB 區間 只在藍色的這條線上的時候 好 我現在函數值考慮定義在藍色 這個軸上 那 所以 A的左邊是 這個函數完全 無法觸及的地方 所以它的取值 函數的取值 也不會取在 比A小的那些點上面 所以呢 你要看A的附近 這樣看起來的話就是這樣子 這附近 其實到X1以前 它都是低點 你要再說的話 其實到 X2以前 這個函數的取值 在端點FA 它的高度會比 其他在這些地方的高度還要來得低 所以它當然是一個 局部的極小值 OK 除了這個點之外 那比較好看出來的就是 這個 呈現 在圖形上面呈現 山谷的形狀的那些點 X2 F X4 好 這個右端點 也被我畫成了一個局部極小值 跟F B 好 所以連續函數這樣看起來 它發生的極致大概是長成這個樣子 那 再說這個 所以但是呢 你隨便給一個函數 你不可能那麼簡單就把圖形畫出來 所以你要從圖形直接去求 函數的極大極小值 是有困難的 但是至少 這個圖形可以幫助你去看一下 喔 那在這些 極大極小值發生的地方 呃 函數的行為是什麼 OK 那 再講這一 在講就是我要 用圖形去描述函數發生極大的那些點附性 它其實說穿了你就是 用切線斜率去看 因為你會 微分 微分對應在圖形上面 就是切線斜率這一件事情 那在講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 回 我們就是 在這邊稍微註明一下 就是只要是那個 極致定理 跟你說 靈區函數在B區間一定有極大極小值的事情 這個其實在第三 在1.8就說過了 對 這邊稍微提一下 那就要再回到 這個圖形上面了 因為這個課本是這樣編排的 這件事情應該先講 然後再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樣子講起來不順的話 那你可以先 把剛剛討論這一段先拿掉 然後呢 從這邊開始講 從這個問題開始問 那你就把這個東西當Question 1 然後把這個東西當Question 2 這樣就好了 然後這個問題當然就是 在什麼情況下呢 一個函數 一定保證它有極大極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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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unction A function have 應該是has 才對 ExtremiumValue 好這個回答 這個胡法在這邊跟你說為什麼 只能直接告訴你答案 那 就是連續函數在一個B區間 一定有極大極小值 雖然說圖形上面看起來非常直觀 就是因為函數都不會斷掉 那你又在一個B區間上面 那端點的值也是一個 函數 函數 取值在端點 也不會亂跑 那就是一個定值 但是這邊無法直接的去證明這件事情 OK 我們還是在回憶一下那個重要的定理 就是所謂的 極致定理 the ExtremiumValue theory 那個寫起來就是這樣子 如果呢 F在某個B區間 是一個連續函數的話 則呢 F在 裡面 裡面 在這個區間裡面也可以找到 讓它發生極大跟極小的點 所以 f 它會達到呢 and absolute maxima value 對 那這個 姑且用f 代表 ok and 另一方面也會達到 也會達到它的 絕對極小值 fd 它要把這個 c跟d 這兩點標出來 只是要為了強調這個重要性 就是 c跟d呢 你真的可以在這個b區間裡面找到 some number c and d in ab ok 好 好 這邊有兩個條件 這整個d它其實就兩個條件 一個是連續 一個是這個區間 就這樣子 因為它的假設就是在這個段距前 如果f是連續 一個在b區間上面的連續函數 則下面的事情會發生 那 這邊呢 跟你說 這兩個條件當然都是必要的 不然你可能會找到反例 所以呢 你可能會找到反例 conti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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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d interval condition 在這個定理裡面呢 是必要的 好 好 比如說 例如的意思是指我要 隨便把這兩個條件 的一個條件拿掉 然後 會導致呢 這個定理後面的叙述不成立 我把條件畫在這邊 OK 比如說不連續的話 那你就 隨便畫一個圖 好 比如說 考慮在02b區間 然後這個函數圖形 長成這個樣子 OK 這應該不難照啦 你就是一個類似拋線函數嘛 但是在 比如說這個點是1 好 在1那一點不要取到這個字 然後在1點再找一個 比他矮 又比他那個端點 右邊一點的拋線函數 然後他這個 拋線的端點在2 這樣子 左半邊的這個拋線函數 這樣的話 這個函數就沒有幾大值 OK 然後他這個 對啦 因為這個函數圖形 往這邊走一直走一直走 但是他永遠不會靠1 OK 但是這個函數在1 還是有取值的 對 這個情況下 函數不連續 但是你考慮的 確實是一個b區間 的定義端 所以呢 在這個case下 其實定理不會被滿足 那另一個case 你可以考慮 這樣子 你考慮一個開區間 02開區間 這樣子 然後你讓這個圖形 長成這樣子 應該不好 不難找嘛 你就考慮 函數的值要爆掉 所以x-2的平方 之類的 在0的時候是 四分之一嘛 對 那我不要取到0 然後你考慮x2的話 那x非常往2靠的話 那函數值會越來越大 ok 那所以呢 這個函數 在這個case 它沒有極大值 也沒有極小值 對 這個函數你可以取成 這樣子 好 所以呢 這跟你說 好 簡而言之 你也有極值定理 也就是連續函數 它在一個B区間上面 一定有極大極小值 好 所以至少你 這樣可以confirm 你 你等一下再做很多操作的時候 你都可以保證 反正這個函數 我現在在考慮這個區間上 一定有極大極小值 這樣子 好 那你再要問的問題 當然就是 什麼樣的情況 應該說 你現在已經知道 好函數有極大極小值 怎麼找出這些點 再來是要問的問題 好所以我要把這邊擦掉了 你還沒擦完就按暫停 所以再來是第三個問題 該怎麼找出極大極小值呢 好 to find out 當然是函數的極大極小值 好 再來是問這個問題 好 所以我們考慮回這個圖形 當作每一個範本或是例子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當然假設 所以我們 好多個對象函數 當然是一個連續函數 OK 我們觀察它的圖形 observe the graph y等於fofx 左邊這個圖我們觀察一下 好這個圖形它告訴你什麼呢 就是 我們觀察到或是我們知道 我們觀察到或是我們知道 f它有 f它有 local extremen value 那麼寫微弱呢 他的圖形 再開一點 這邊寫成中文 他的圖形 他的graph 用中音夾早好處 我可以表達我的想法 同時 有些中文字筆畫太多 寫起來也比較快 OK 達到了 所以 局部的高點或是低點 好 但是如果你只是跟我說局部高點或低點 那 似乎對事情沒有太多幫助 因為那只是這兩件事情的 就是F在局部的極值 這件事情跟他圖形上翻譯出來 這兩件事情是完全等價的 OK 所以你必須還要再找出 更細微的東西 所以呢 在這些點中 有幾種可能性 有幾種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我們觀察到 如果你是 Local 嗯 看一下喔 在這個圖形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x1 fx1 這個座標點 然後 x2 fx2 這個座標點 第二個 跟第四個跟第五個 那你最直接看到的就是 他在山峰上 這個人是可以站在這邊的 乖乖地站著 不會往 就是 他只要站著 他在山峰上面站著 他不會往左倒 也不會往右倒 這樣子 這邊也是 在這個山底 他不會往左倒 也不會往右倒 也不會往右倒 一次類推 或者說 你拿一個 彈珠 對 你把它放在這邊 假設那個彈珠 他的密度跟質量 都是非常均勻的分布 在那顆球上面 那你就放在這個上面 你不要去推他 他就不會往左邊倒 右邊倒 這邊也是 你把它放在這邊 他不會往左邊跑 也不會往右邊跑 好這件事情呢 說起來是這樣子 但是 實際上 你用切線來看他 就是 那函數圖形 這個函數圖形呢 在這四個點 有水平切線 這件事情 是圖形上面看起來 我要縮寫 我懶惰 我 沒有 這邊 水平切線 這三個字 我可能偶爾會縮寫成 HA 不是 這是水平切線 HTL 水平切線 Horizontal tangent line 因為切線的縮寫通常都是 會用成TL這樣子 好 但是這個事情 沒辦法反應F本身的行為 OK 但是你有水平切線的話 那其實就跟你說 F 在該點的尾分是0 剛剛我們考慮的是 I等於1245的時候 OK 所以從這個東西 你確實回推到 F本身的特性 OK 圖形只是幫助你思考 你必須在最後套做 你必須要回到 F 他在這一個點 他有什麼特性 抓出來 你才可以用他 OK 不然每次都畫圖太辛苦了 第二個 我們看一下 被我們落掉那個F3 在這一個 在X3 X3這個點 OK 函數的圖形 the graph of F has a corner 他有一個角膠 OK 你手畫過去被刺到 那有角膠就代表跟你說 這個函數圖形 這個函數 他在X3這一點的 左導數跟右導數 不一樣 或是左導數跟右導數 有一個不存在 Anyway 這種情況都有可能造成絞交 他在這個case顯然看起來是 他們的左 從左邊靠近X3的切線 跟右邊靠近X3的圖形的切線 他寫率不一樣 OK 所以呢你把這個東西翻成數學的形 翻成那個F本身的性質 你就可以得到F呢 在X3這一點的微分呢 不存在 如果你覺得他都不可為了 然後你還把F放X3寫出來 你覺得不開心的話 你可以把他寫成 F is not differentiable at X3 這樣你可能會更舒服一點點 OK 但是你懶惰的話 就會寫前面這個case 那這個表示 那個F在該點 是不可為這樣子 好的 除了這兩個情況你發現呢 還有兩個人沒有被我算進去 那就是 FA跟FB 好 那F跟FB 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 他們是這個B區間的端點 第三個情況 極值呢 也可能會發現在這個圖形的端點 極值呢 極值可能發生在這個區間的端點 對 所以呢 所以你最後 你就發現好說的可能就是這些 因為我們剛剛把這個圖形把它列出來了 那你可以再畫更複雜的圖形 但是 跑不了這些可能性 OK 好吧 但是在這個端點 至少就是 如果你想要考慮端點的曲子 那其實並不是太難的事情 因為 你固定一個端點 那函數在A跟 在這兩個端點的曲子就定下來了 他沒有什麼太多的 反應函數性質本身的這件事情 就是 你發現這兩個性質呢 在這兩個情況下 他都跟函數的微分有關 那這沒有 對 所以我們先姑且不要考慮第三個case 好了 我們就考慮 把端點拿掉 那變成在 A、B 開區間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你一把端點拿掉呢 這個圖形就變成 左邊端點跟右邊端點空掉 所以FA他 在這邊他是沒有任何的 局不績效值 因為 這個函數不管 這個曲子怎麼曲 你碰不到A的話 那總會有人比他小 要有多小就有多小 非常靠近FA的這個值 但是因為 FA呢 如果你把 你考慮現在的定義域 沒有包含A端點的話 那FA的值永遠不可能被達到 OK 那 在FA 比FA高一點點的這些人中呢 總會有人比他還要在 比這個值再低 OK 但是根據稠密心理 我的意思是跟你說 有一個圖形它長這樣子 好 這個點不會被達到 但是 你考慮任何的 X非常靠近A的話 那他取值高度在這邊 一定跟 一定有人比他矮 那你取到比他矮的人呢 再取 再一直往下去 只要不要碰到A 怎麼取 都可以找到有一個值 比你剛剛考慮那個人的 取值還要在矮 或還要在D 對 可以無限一直下去 因為 在A附近呢 比A大的任何 的那些點 有無窮多個 其實是不可數多個 OK 就是說你永遠取不到鏡頭 除非你取到A這個點 那不可能 OK 這就是開區間有 開區間有去的地方 那譬如說最簡單的 你考慮Fx等於x 在01 好 他不會碰到0 也不會碰到1 所以這個函數 你要說誰是在 這個函數 在哪一個點 會使得這函數 達到最小值呢 0.01嗎 沒有啊 因為0.001 也在這個domain裡面 那他的值也比0.1小 那0.00000 就是寫 寫整個黑板的0 然後最後再寫一個1 總還是有人比這個 直數小 OK 他可以一直靠近0 但是他取值 會越來越小 對 那這個函數呢 在這個區間呢 最大的人是誰 0.9 但是0.9 又比0.99來的小 又比0.99來的小 然後也可以一直小下去 OK 只要不要是學完小數 因為學完小數 就碰到1這個點 但是1現在不在 這個函數的種類裡面 OK 所以這邊告訴你一個例子 像這種 像這種簡單的 很簡單的連續函數呢 他在開區間呢 是不會有幾在幾小時的 OK 那在開區間的那個 端點上面呢 你引爆端點的話 你發現 這函數 在那個端點附近 是沒有幾值可言的 因為他真的達不到端點 所以這也給你一個例子 就是 連續函數在開區間 他沒有 完全沒有極大技巧值 好anyway 所以呢我們現在先不看 端點的情況 我們先把端點拿掉 把端點遮著 然後只看 AP開區間的時候 需要怎麼描述 函數發生極值的情況 然後 OK 若 先 不考慮 端點 則 有1 和2 我們會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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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拿掉了 所以我們 由1到2 由1到2 由1到2的觀察你會問說 嗯 這樣 這樣 好 請注意在1跟2裡面 我們得到的 論述方向是什麼 在1裡面這4個點 他都有局部的極值 那我們得到的是 他的微分會是0 這樣子 好 那第二個是 要我們 在3 在這個點 你發現我們的論述是 F在該點不可微 OK 所以我們有兩個情境 一個是 F在該點的微分是0 第二個是 F的微分不可微 然後呢 我們希望的結果是 F在這些點都有局部極值 OK 那當然我們剛討論的論述是 我們已經知道局部極值 發現在這五個點了 那我們得到的是 F他在這些點上面的性質 所以我們 揪圖上面告訴我們 說這件事是對的 但是 就一個數學論述而言 你必須要把你論述清楚的寫出來 所以我們會猜測 我們會猜 如果 F has local extreme extreme value local extreme at c 那這一個會不會對呢 那你在該點的微分是0 或者是 f' c 不存在 好 好 ok 就這樣子 ok 等我剛剛在說什麼 剛剛我 我的J這個猜測 是把剛剛的觀察轉換成 文字語言 說出來 ok 那剛剛的觀察是透過圖形來幫你 沒有那麼聰明到直接看就知道 f有極值 你不看函數的圖形 你很難得到這樣的結論 ok 所以這是函數的圖形在這邊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會猜這個論述會不會對 那是我們要去討論的 那是我們要去討論的 那我們就來證證看 好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我們就假設 因為他的條件是 如果f有局部極值 suppose 好 局部極值有兩類 一類是local maximum 一個是local minimum 那你就假設 has local maximum at c 好 這邊的描述方式是 f f 這個意思就是 f c 是一個局部的幾大值 f has local maximum value f c c is a local maximum value 那如果他要特別講出 我所取的點的話 我們會用 f has local maximum at c 來表示 對 好 好 好 假設f在c有局部極大值 那 這個跟你說 在 c 附近 f f c的曲子 都是最大的 好 你要怎麼把附近那件事 表現出來 而且 因為我們到最後需要 involve 跟可為 這件事情有關 ok 表著 你可以找到一個number 因為在c附近的點 你都可以用c 加h 來表 ok 這個h 是夠小 h which is very closed to 0 這樣子 所以這個h我沒有限制他要大於0或小於0 但反而簡而言之他就是非常的靠近頂 這樣子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f c因為是局部極大值 所以他應該要比c加h來得大 ok 這個h沒有特別寫出來 但是 因為他是局部極大值 所以你一定可以找到這樣的h 這個情況你會得到 f c加h 減掉f c 也小於等於0 這件事情 那 等一下 好 我到後面再加 因此呢 你把他 把這個式子呢 整個除一個h 他一樣小一點 當然你這個h必須是真的 所以是for any h 大於0 夠小的h 只要是正的 都可以 我說 夠小的意思是指 你這個 c加h不得 離c太遠 ok 離c太遠的話 因為fc 他只是一個局部極大值 離c太遠的話 不見得 fc加h 會比他來得小 不見得 但是只要夠靠電c就好了 所以那個h 你不能取太遠 ok 好了 你取到這邊 你必須 這時候你會想要說 嗯好這時候如果h 跑到0的話 這件事情是對所有h 夠小都對 ok 但是呢 這個東西 你在取極限 當h非常靠近於0的話 你不見得能夠得到這個東西的極限一定存在 ok 因為沒有人跟你 這個現在函數只有連續而已 他沒有跟你說他是可為的 ok 所以我們這邊 把可為的條件給放進去 那你會說不可為的情況怎樣 因為我們剛剛回答的情況 有兩個結論嘛 所以如果我們解決可為的case的話 我們就是要說明 f再對c0分就是0 那如果f不可為呢 f不可為就不可為 因為你沒有理由去說明他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 他有局不及值 你得到的 我們得到的觀察是 要嘛 f在c點的微分是0 要嘛f 他在c點是不可為 那你不需要 因為這件事情去說明他不可為 這樣子 ok 他不可為就不可為 ok 因為不可為只是 我們剛剛看到有一些尖點發生 是長這樣子 ok 那這個東西你無法用f放c等於你來判定他 所以你必須要把那些不可為點 也抓出來一起比 所以他在敘述的時候會這樣敘述 ok 那你在這可以像我們就假設f 他在c點是可為的 好 那這樣由這個式你會得到 他的左導數 應該是右導數 這個函數在c點的右導數呢 他會小於等於0 ok 這邊再補一個好了 f f prong plus c 等於 好 好 similar 你用一樣的做法 你也可以考慮這個東西 h去近0- 你考慮的其實是 f f 在c點的左導數 好 所以你在這邊 本來是乘上一個 夠靠近頂的h 現在乘上一個 夠靠近頂的h 但是h是負的 ok 所以這個會變好 所以就變成大於等於頂 好 所以你發現呢 他的右導是小於0 但是左導是大於等於0 那因為 f is differentiable at c 所以呢 這個數 跟這兩個數 必須相等 f在c點的左導跟右導 必須等於 剛好等於f在c點的導數 那你現在知道呢 這個數 左導大於0 然後右導 要小於0 要小於0 ok 所以這兩個combine在一起 會得到 f'c這個數 一定要是0 ok 好 那因為這些描述呢 因為 the argument 就是我們剛剛這樣 揮答這個問題 the argument the argument above 我們假設了 f'c它存在 ok 也就是說f在c點可微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 當它不可微的時候 會怎樣 所以你在討論的時候 必須要把不可微的case 也一併算進去 ok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when f'c 不存在 不存在 所以呢 f' 所以 這 這樣子就跟你說 f在c點有局部極大值的話 有可能 它在那一點不可微 就這樣子 對 那剛剛的回答是跟你說 喔 它在c點有局部極大值 它有可微的話 它的微分必須是0 ok 但是你 只知道它有局部極大值 的時候 沒有人跟你保證 它在該點一定可微 ok 所以它有可能不可微 ok 就這樣子 好的 所以呢 我們得到了 下面這一個定理 就是我們剛剛證了 我們其實 把這個東西的結論 可以寫下來 會得到 fermat定理 這是課本的第四個定理 fermat 好 它一樣就是考慮一個領袖函數 ok if 其實不需要連續也可以 f as local maximum or minimum at c 則 要嘛 f在c點 為分是0 或者是 f 在c點 是 or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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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因為我們剛剛的那個論述是 如果 f 在 當然我們剛剛說假設 f c 是局部級大值 你考慮局部級小值的話 做法也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 f c 加 h 解 f c 會變 會變大於 0 所以呢 那個左導跟右導最後的出來結果會猜個負號 但是 anyway 你假設可違的話 那你一夾起來 在該點的微分必須是 0 ok 好 所以這個 這個定頂的敘述也可以改成 f 在該點有局部級級 而且 f pr c 存在 ok 就是你把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條件 假設 f 在 c 可違的話 那個條件加進去 那你會得到 f pr c 是 0 ok 那後面這句就不用寫 但是 我覺得這樣的敘述比較好一點 是因為 他提醒你不要忘了那些不可違的case 你必須 事後去檢查那些不可違的點 也可能發生極致 ok 對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 我剛剛說的那個第二版本 f 在 c 點是可違的話 那你可能 會落掉那些不可違的點 那 可能很不限 那些地方就是一些火山頭之類的 他是尖點 好 所以這是一個 這個條件是 如果他是可違的話 對不對 如果他有局部極致的話 你會得到下面結論 那你當然會問是說 好吧那你現在 把穩度數反過去的話 會不會對 就是說 如果這個函數他可違 再某一點可違 而且他微分是 0 他會不會 這個函數在該點 會不會是局部極致呢 那就是你大於 你希望最好試嗎 ok 那很不幸的這當然不是 Answer 那我們 我們考慮幾個例子 我們考慮這個 case 就好 x3次方 x3次方的圖形畫出來 是這樣子的 f' 在 0 是 0 因為你我要 把他為之代理之後去 0 但是很顯然 在這一點 右邊的人都比他高 所以他不是最高 最大的指座 左邊都比他矮 所以他也不是最小值 所以這個東西 即使他在這一點 在零他的尾分是零 但是在這一點 他既不是極大值 也不是極小值 OK 然後還有什麼case 還有一個case是第二個 三次方看完了 看他的好朋友 三分之一次方 OK 發生在這情況下呢 我們看到他的誘導 在零的誘導數 那這根據定義是 h 去近於零 fh 0 正 這樣子 好 這個情況下呢 會是limited h 去近於零 正 h 的負三分之二次 所以這個東西 發現分母 分母跑到零 這個值會跑到無窮大 所以他在零點的微分 也不存 也不存 也就是說 f 在零點是不可為的 但是這個圖形呢 好 哪邊 好 這是x 三次方 這個圖形只是把這個圖形轉一個方向而已 這樣 就是x 三分之一次方 好 看一下這個圖形呢 他就是 他在零點的切線是垂直線 ok 在零點的切線是垂直線 在零點的切線是垂直的 這很正常 因為他在這邊的切線是水平嘛 你把這個圖形轉個90度 這邊的切線 對這個圖形而言 他的切線就是垂直的 所以呢 嗯 你發現 即使 在零這一點 這個函數不可為 但他在零這點也不是極大 也不是極小 ok 所以這兩個例子跟你說 嗯 f'0 的存在性 或是 所以這邊應該要改一下 or f'c 不存在 我們說這兩個case呢 這兩個情況 能不能保證 函數在該點一定有極值 不能 這是f'0 等於0 但是f這點沒有極值 不是極大也不是極小 這個例子是f'0 不存在 ok 但是他在這一個點 不是極大也不是極小 ok 所以這是 不是很不幸的消息 就是跟你說 好 所以這個情況下 嗯 嗯 還有很多事情必須要去討論 跟解決 好 就這個定理而言呢 所以 嗯 應該說這個定理 再加上這樣的討論 你只能保證 微分等於0 或微分不存在的人 可能是發生極大極小的人 可能 可能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可能性 給他一個 詞彙 讓你去加深對他的印象 那在選詞彙的話 嗯 因為他上面選了critical 這樣的形容詞 去描述這樣的詞彙 在我而言 我會覺得他是 嗯 candidate 就是所謂的候選人 比較恰當 ok 因為雖然說 在某個點 他的微分等於0 或是不存在的情況下 不見得有 不見得會是函數發生極致的點 但是至少他是發生極致點的候選人 就是 因為你知道嗎 發生極致一定要滿足這兩個條件 其中一個 ok 所以呢 你一定是從滿足這些條件 這兩個條件的人去找 那個 極致到底在哪邊 所以我會把他想成是候選人的意思 好anyway 在數學上或是在 對 就在數學上 我們會把 這兩個條件 合成 給他一個名稱 ok 那他用的詞彙就是critical critical 都有人用 都有人用 臨界點或是臨界數 我比較 反正就是critical number a function f is a number 他是f的一個 他是一個數 首先他必須要落在 f的domain ok 好 為什麼他這個條件要定在 就是f的domain裡面 不用其他的 因為 我們剛剛整個關心下來的問題是 f在哪個點 或是在哪邊 會有局部集值 如果f 在那個點都沒定義的話 你根本不用關心他 因為他在那一點 就沒有取值嘛 所以就不用拿來比大小 所以 這critical number 首要條件 一定要是f 取得到點的地方 比如說 你要問你們全班的 你要問你們全校 那個 身高最高的人 是誰 那你就不用問交大的 因為你是親大的 你問交大的 就算交大的 有一個人長的 300公分 但是這個東西也愛不著 你去算親大裡面 身高最高的人 ok 所以domain 必須要提醒你是一個重點 好 然後 然後 再來就是把我們剛剛的 討論的那兩個條件寫下來 要嘛 在這一個點呢 它的微分是0 要嘛 在這一點 不可為 就是說它在這一點 微分是不存在的 所以呢 就我而言 我會把零界點 視為 f 可能發生即止的 f 發生即止的 可能的點 ok 所以呢 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 format定理 can be 它可以背影寫這樣子 如果 f has local extrima c 則 c 則 is a critical number of f 好 所以就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 重新 把format定理 改寫成critical number 所以這也可以跟你說 ccritical number 它也就是剛好包含了 這個 局部即止發生的那些點 ok 你用一個即可畫出來 這是critical 要嘛就分成 兩部分嘛 你可以分成三部分 這是 local maximum 那個local minimum 然後這是 什麼都不是 這樣子 然後critical number 它包含這個 使得函數發生幾大值的點 發生幾小值的點 還有 什麼都沒發生的點 ok 什麼都沒發生的那個 那邊有兩個例子 看一下 好 好 所以你真的要找critical number 其實並不難 ok 你要嘛就找 就是要把 那些點 滿足這個 或這個 條件的點找出來 好 我們看個簡單的例子 好 那它給你的函數是一個多項式 好 多項式就微分 因為你要 因為多項式它是 處處連續 處處可微 而且你愛微幾次 就微幾次 所以呢 它沒有那種就是 微分不存在的點 ok nx 所以 f'x 等於0 代表呢 x等於0 或是 x等於2 所以這兩個點 就是它的critical 0 and 2 r critical number offer offer f 當然是 好 我們看一個 它有那個 嗯 不可為的點 好 b小題 fx x等於5分之三次方乘上 4件x 好 這種不是多項式的函數 你一定要先把Domain寫出來 剛剛那個因為太 多項式它Domain就是整個實數 ok 在這個情況下你發現 Domain 也是實數 ok 好 當x不等於0的時候 你發現fx x 尾分是 5分之三的 x 負5分之2 後面不尾 加上前面不尾 後面做尾分 是負1 所以這個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把 5的x 5分之3 5分之2再分母 慢慢寫 3 3 3把它乘進去 12-3x 再減掉x等於5分之3次方 好 上面下面我同時 就是 要同時 你這邊如果跟它通分的話 這個東西是別的一次方而已 所以是減掉 通分是5x 因為我這邊 前面是x的5分之2在分母 所以後面你也要寫一個x的5分之2在分母 那我這邊要一個常數5也把它擺進去 所以後面這個東西整個乘上5的x 5分之2 乘給它 就變成5x 好 所以這個東西會是 3 4 12-8x 然後分母造超 所以呢 prong x等於0 若且為弱 x等於2分之3 好 但是我們沒有解決x是0的case 因為你發現這個 這個函數它一為萬分之後呢 它的0是不能代的 OK 所以這0點是沒有取之的 但是 但是你又不知道就是 應該怎麼說 這應該說成是 除了0那一點以外 你的微分都可以這樣表 但是你還不知道 f在0點可不可微 這件事情是 你不知道的 不是說 除了0點以外的函數 除了0點以外 你把它微出來長這樣子 然後你在這邊取極限 對 有些人可能會宣稱這個東西 x取近於0的f'x x 它等於f'x 0 那這件事情有問題 我們沒有跟你說 這類型的函數 它的 微分 是不是連續函數 我們沒有說這件事情 更何況 對 就這樣子 所以這件事情 你是問號的 所以你不能從這個東西來判定 好 你看到它微完之後 它不能代0 所以完蛋 所以你就知道 f在0點不可微 不是 你要根據微分的定義去算 只是你用我分定義算出來 會跟這個情況很像而已 所以呢 我們考慮x等於0 那你就真的用定義去算 定義就是 fx-f0 over x-0 好 0 代進去的話是0 所以呢 它其實就變成了 x的5分之3的 4-x 好 你over一下x的時候 就變成 x去近於0的 x的5分之2 然後 4-x 好 遇到這樣的case的時候 你要求極限的話 你必須 看一下 通除x嗎 好 就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求了 因為分子的極限是4 分母的極限是跑到無窮大 OK 所以是一個常數 over一個 跑到0 分母的極限是0 所以是一個 越來越小 這整個數位越來越小 所以它極限是無窮大 所以呢 f'0就不存在 你從這邊直接取極限到0 你也 你從那邊取極限 確實也會得到 就是f'0 它會越來越大 這樣子 對 但是 稍微看一下 這兩個結果其實是不一樣的 雖然說最後得到的結論都是一樣 但是其實在計算上 它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必須提醒你就是 你遇到那種 你微分完之後 你有x座位在分母這種情況下 你帶0進去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微分在0點是沒有定義的話 你必須要回到 微分的定義本身去算 那這個算沒有太難 OK 好 所以你有了這件事情之後 你就發現 在這個case下 有兩類的 critical point c-critical point 碰你只有一類啊 因為有兩個情況 在3 2 的時候 這個函數呢 的微分是0 那第二個情況是 在0這一點的函數不可微 所以結論 critical numbers of f 0 0 跟2分之3 好 所以呢 你到了這個 至少我們回答到現在 我們 雖然說不知道 沒辦法一步八 我也就是 找一個方法發現 這個函數在該點有這個性質 它就一定是舉不及 它會舉不及笑 無法一步到位 但是 有沒有就是 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我們找到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我們找到 會發生那些極值的那些點 我們都知道 要一定是critical 所以我們現在想法就是 好 那你就把critical 全部抓出來嘛 最大就最大 最小就最小 這樣不就解決了 OK 所以就是真的 沒辦法一步到位 那你就是做兩個步驟 那 這兩個步驟看起來是蠻合理的 這做法就很像 你無法知道全校第一名是多少 他就把全班第一名全部抓出來 然後 看那個 在全班第一名 比如說你有12個班 那就看這12個人 最高的 那他就是 他就是全校第一名 所以那種找法 類似這種概念 不過我說的那個例子 全校的例子 比較像統計學上面 在操作的方式 OK 所以呢我們準備要回答 好 我們現在知道呢 好 我們現在知道呢 好 我們現在知道呢 一個連續函數在B區間 一定有幾到幾小時 就是 Absolute Extremium Value in AB 好 你該怎麼找 這些值呢 這些值呢 好 那個answer呢 就是我剛剛說的 然後課本把它寫成一個 有名稱的方法 它叫做B區間的方法 theclosedinterval manval 好我們剛剛的討論呢 其實都把 區間的那個端點給拿掉 所以你現在要拿 再納入端點的討論的話 那其實沒有很難 就是你最後再 把那一紙抓出來 比較的時候呢 順便也把端點也拿出來 拿起來比較就好 因為我們剛剛忽略的是端點嘛 端點就兩個而已 OK 所以呢 to find the absolute maximum and the minimum values of f 屬於CAB 第一個步驟 E2的步驟可以 隨便 就是E2的順序可以對調 因為反正你都得找 第一個呢 要找出 在Critical Point上面的值 的函數值是多少 Critical numbers of f in AB 在開句間上面 在開句間上面你找那些 Critical number 然後看 f在這些Critical number上面的取值是多少 再來就是 計算端點的取值 Find the values of f at the end point of AB 所以就是A跟B啦 3 3 在這兩個步驟裡面 最大的就是最大的 最小的就是最小 OK The largest of the value from E 然後呢 所以最大的就是最小 所以呢 the smallest 那就是 minimum value 這應該沒有很難看到 黃色的就是 對 黃色就是 我懶得在 我懶得在寫一行的結果 好我們看簡單的例子 所以你發現呢 在這個章節 在這一張主要的那個 微分的動作 就只是整個過程的一個步驟而已 OK 比如說你現在要找 極大極小值 好你發現 你會用到微分的時候 大概只有找Critical number的時候 其他就是你把那些值算出來比較 所以你就算找到Critical number 你不知道函數在那一點的取值 你也是五種比較 OK 我們考慮 這個多項是函數 我們剛剛算過的 x呢 落在-1-4這個b區間 好 在第7的a 我們知道Critical Points 我喜歡寫Points 可能一開始我學的時候 大部分都叫 理解點 CriticalPoints 那你要講Critical number也是可以 好 你那CriticalPoints找出來的 你要先看一下 這兩個 這些點 CriticalPoints有沒有落在 你要討論的這個區間 如果沒有就不用管它 OK OK 好 所以你現在知道CriticalPoints有兩個 那端點有兩個 所以現在 我們已經要進入第三個步驟 Compare value 第一個是Critical的 F0是1 然後F2是8-12加1-3 好 端點 端點-1-2帶進去是1-8 然後F4帶進去是17 好 所以最大的就是它 最小是負的 最小的就是它 最小是負的 最小的就是它 最小是負的 這個Case跟你說 絕對極大發生在端點 絕對極小發生在那一部 所以那個絕對極大 或絕對極小發生在端點或那一部 情況不見得 不見得 那它沒有一個定論 反正你把這些詞都找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 它在這個區間上面 那函數的極大極小值 到底發生在哪邊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第9的B 我考慮F是x-2sin 那考慮區間是0-2π的B區間 好 這是x是連續 x是一個多項式 然後扣到一個三角函數 這個sin是在每個點都有定義 而且它要圍幾次就圍幾次 因為它的圍分是循環的 所以這個函數的domin就是時數 然後呢 它的圍分之後也不會跑得出那些 不可圍的點 所以呢 它沒有那種 圍分不可圍的critical point 好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圍分 就是e減掉2倍的cosx 所以呢 F'等於0 若且為弱呢 cosx要等於1分之1 好 那你就想一下 cos在哪時候的曲折會是1分之1呢 第一向線的話就會在6分之π 系達等於6分 在30度 不對 在60度 所以 在60度 所以3分之π 然後呢 還有一個是它曲折要正的 所以一定在第4向線 所以剛好是 這邊是3分之π 所以它對稱下來這個地方也要是3分之π 3分之π 這也是3分之π 所以是π減掉 2π減掉3分之π 是3分之5π 好 所以你發現critical point 就這兩個了 這是x sorry 這是x 所以呢 你只要比較critical point 跟端點就好了 compare 我們先考慮 3分之π 3分之π是3分之π 減掉 更好3 OK 那 3分之5π 等於3分之5π 你那個代詞的時候不要代到f的尾分啊 要代到原來的f 不然不知道自己在算什麼 然後呢 這個代進去的話 代表說sin60度當然是取負的 所以是 加上 根號3 這樣子 好 最後端點 0是0 sin0是0 f的2π是2π 因為sin2π也是0 所以呢 你發現最大的就是 誰 看起來就最大 好了 那你必須要回到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在近似於 1點多 1點 這是3.14嘛 1.0多 然後扣掉 1.732 這樣子 所以會小於0 好 所以這就是高中數學 如果你不知道根號3是1.732 這東西你會不知道它是正還是負 所以呢 如果這個曲子是負的話 那代表說 它都比這三個人還小 因為 其他曲子都是非負的 所以我的藍色呢 所以這個東西是minimum 所以呢 所以呢 the absolute maxima value is f的3分之5π 等於3分之5π 加1號3 對 你在寫的時候呢 如果沒有特別跟你說 要你找發生的點 你可以直接寫 這個沒關係 但是我會希望你把這整個寫出來 因為這樣是完整交代 可以說這個函數呢 在這一點有極大值 那它的曲子是多少 這樣子 就是把一句話說完 而不是說 反正這個函數在這一點就有極大值嘛 那它曲子是多少 你就自己算一下 對 and the absolute minimum value is f的3分之5 那它等於3分之5-3 好 所以答案就是這邊 我們看一下誰 好 看一下誰 有一個席題 算是有點小變化 我們看一下 你們席題的72題 就這一個小子 那你去證明 the function 這個多項是函數 f x 等於 x101 加上 x51 加x 加1 has either an either 雙重否定 不是雙重否定 不知道怎麼解釋這個文法 它既不是 它既沒有local maximum 也沒有 絕不極小極 local minimum 好 所以這個函數呢 它是一個 那個什麼東西 它這個多項式函數 好 所以它沒有跟你限制區間 所以它無法問 絕對極大跟絕對極小 但是它這個問題是問你說 它沒有局部的極大也沒有局部極小 你回憶一下多項式函數 每個點都可為 所以如果它沒有局部極大或局部極小 那代表說它的微分沒有人是零 根據fermit定理的那個逆敘述 所以這一題考的其實是fermit定理的那個逆敘述 fermit定理跟你說 如果它有局部極大 那它的微分一定要是零 那現在反過來是跟你說 這個函數它沒有局部極值 它沒有局部極值 那你該怎麼去證明這件事情 那從函數的觀察你發現就是從尾分那樣路走 我懶得把我剛剛那些想法寫下來 就這樣子 101的x100次方加上51的x50次方加上1 好 我們看一下 任何數的100次方是真的 50次方也是真的 所以這個東西根本大於1 OK 你可以把這個大於0這個大於0 那任何大於0的數再加一個1 不就大於0 不就大於1 OK 所以這跟你說什麼 如果你要發電極值 那你那一點的微分一定要是0 所以呢 f has no local extrema 好 好 所以這就是這一題的 結果 看一下有沒有洗力要講 如果f是local minim 那 g 那應該不講了啦 OK 那73其實是跟你說 f在c點 你有絕不及大值 那取符號 變成-f 那在c點 就有絕不及小值 這很trivial 就是你根據定義 正一下就好 好 我們這樣上到這邊 OK 那麼 有阿姨 不是 喔 可以